有旅客日前搭乘新宇航空从日本返台 上机之后却发现预选的靠窗座位 被另外一名乘客坐走 核对登机证对方竟然拿着跟自己手中 连名字都一模一样的登机证 才知道地勤重复开票 对此新宇航空表示 当天报道柜台系统一度异常 导致重复印出登机证 未来也会加强外站地勤代理公司的人员训练 还有读查 登机口前地勤仔细检查机票护照 确定上机旅客身份无误 没想到有民众一上机 却发现自己的座位坐了其他乘客 另外有乘客是持有我的登机证 比如说他们是发了两张一模一样的登机证 然后他就一路通关到了上飞机 怎么会没有发现这样的问题 事发在12号新宇航空从明古屋返台的航班 胡小姐上机发现自己选的靠窗位置 被其他乘客坐走 双方核对登机证之后 胡小姐惊觉对方竟然拿着跟自己手中一模一样的登机证 这才发现地勤人员重复开票 究竟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 按照一般机场搭机前的身份验证流程 在柜台完成报道之后下一步是过安检 有的会看登机证过海关时则会验证护照 最后一关登机口一般都会确认登机证上的名字是否跟护照相符 前空姐指出在地勤人力不足忙碌的状况下 核对过程偶尔确实会出现疏忽 他可能是兼职人员 可能他对于这个操作流程并没有这么的熟悉 再加上相信自己国家的系统可能很安全 的确也有可能产生像这样的漏网之语的作业 对此幸运航空说明 当天因为报到柜台系统异常 导致重复运出登机证 而当地地勤术与核对未能第一时间察觉错发 未来将会加强训练 离谱舒适到最后一关才被揪出 飞航安全让人捏把冷汗 这里最后明镇台北采访报道